要由马来西亚队的张维峰来先发球 双方都是左手指派 左手队左手派会打出什么样的火花 插出什么样的球风 可惜 是陶田的一个会生活性的一个攻击失误 在5点3胜的比赛当中 如果前两点打成平手 我想第三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 应该是每一点都至关重要 当然在前几天印度队对日本的比赛 那么日本呢先输两点 结果连赢了三点完成了逆转胜 非常的不容易 其实应该算是个计划之内 因为他们知道其实就是塞纳跟这个新度 确实比他们日本的实力逆单来说要强 所以他们应该也是设定说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就是能够赢塞纳一点还是新度一点 但是他们应该设定的是到最后三点的这个局势 就是淘天仙斗在逃球时过于小心 是一个张维峰的一个后场 应该算是一个顺风球的一个出镜 淘天仙斗在三年前也就是2011年 在台湾桃园举行的世界新少年羽球 检标赛男单的准决赛呢 也是输球结果跟其他球员并列第三名 一个瞬间几跳的一个攻击 淘天仙斗与开赛展现了一些非凡的气势 有点像他那天打杜鹏羽一样 过去的马来西亚曾经有十度打进汤姆斯杯的决赛 其中有五次拿到冠军 而日本队呢 最近三年来也都闯进了四抢 不过前两届呢 都在准决赛也落败 今年在准决赛赛比例打败中国队 中队最大队的决赛 接一群打进的决赛 才决赛到决赛 至少到决赛为止也给 算是拿到冠军比他们多很多的马来西亚 一点点惊奇 至少打完前两点 完全没有处于劣势 那当然哦 尤其是现在这一局 就是我们其实 很 当然如果说一谈至关重要的话 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分 那如果说这一分的话 陶田贤斗能够拿下来的话 那当然下一场 那个 马来西亚的双打压力就很大了 对 刚刚这一球 张维峰好像在 启动上 对好像连旧的那种 欲望都好像很低 其实是一个 手腕上的一个 转动的一个变化 等于是陶田贤斗 很顺利的七敌成功 也是一个 过程的一个会受过信誓误咯 这一个 哦 这个进水球 嗯 哦 这个进水球 嗯 哦 好球 哦 这个进水球 方伟峰在救这球的时候呢 哦 这个球其实 应该算是一个 这个陶田贤斗在往前的一个瞬间华力 但是他的基本动作做得很好 对 哎 可惜 这个失误 在开赛之初呢 陶田贤斗是充分掌握的优势 感觉上日本队的观众席呢 他们队友感觉上 申请一点 之前轻松了很多 这一点 那是当然哦 对 这一点 如果按照目前 的陶田贤斗的表现来看 会不会形成一面倒的比赛呢 所以 现在目前对张维宏来说 我们可以感觉出很明显的 他带着很大的压力在打球 因为其实陶田贤斗 目前所拿的这个9分当中 其实是有5分是张维宏送给他的 就是张维宏的 他会感觉到5分的故事 非常 张维宏现在非常需要的一些 信心上的加强 因为刚刚在第二天双打当中成文宏其实在第一局打出了好球 可是结论在第二三局却被对手 哦 这个球也是建内 这个球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陶田贤斗的基本功夫做得很好 他这个球他压出去的时候 他有做一个手 手腕往下拉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球瞬间出去的角度速度会非常快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这个球也掉下来 嗯 对 有点像棒球的下坠球一样 对 只差球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个出界 张维宏今年是26岁 比陶田贤斗长了7岁 哦 好球 这个球 张维宏的瞬间起跳的速度 还有角度的一个对角角度打得非常好 而且打得有一点让这个陶田贤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对 虽然球势不强 但是落点起架 好 张维宏在第一局当中 首先首次有一波3比0的攻势 哎 可惜 这个球也是陶田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威射破性失误 但是因为有一个张维宏瞬间攻击得分 在这样一个陶田一个失误 所以造成目前来说10比8 张维宏把这个比数还有一点摇住 对 哦 又说了 好球 对 对 张维宏 果然 也是后进十足啊 对 张维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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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而且速度 对 角度都非常的好 对 你很难想 recognize 你开赛 네 但是很危险 这个球只要差一点 但是它就可能就出现 对 对 这个球也是用一种抽打 在4比10落后的情况之下 一波6比0的攻势张伟峰 真的 是个界内 是个界内 等于是一波7比0的攻势 把这个在上半 第一局上半局上半休息之前 张伟峰不可思议的取得了领先 其实一开赛4比10落后 根本没有让人想到说 在第一局休息时段前 张伟峰能够领先 那当然 因为第一局 尤其在开启当中 第一局张伟峰自己的 会受迫性失误太多 所以对陶田贤斗来说 其实两个人的失误是一样多的 那您看在最后阶段 这一波7比0的攻势 张伟峰做的哪些改变 其实改变是不大 但是只是他这7比0当中 绝对肯定的是他没有失误 反而变成是陶田贤斗一直在失误 那当然他有两分 这个瞬间攻击的能够 达到的这个分数 所以也造成了这个陶田贤斗 后续上的一个压力 这一波7比0的攻势 也宣告张伟峰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绝对不是犯罪之员 绝对不会任陶田贤斗再致 好球 这个陶田贤斗做了一个回马枪的一个后推 同时也终止了张伟峰一波7比0的攻势 来到了11比11第一局的第四度的平手 哦 这一个角度大了一点 这个就是角度稍微大了一点哦 对陶田贤斗在下半时下半段 在第一局的下半段要回了名仙 陶田呢是今年只有19岁 哦 这球是张伟峰的一个失误 刚刚是陶田的一个弱点非常好的一个球路 刚好打到了 这一个球也是张伟峰的一个反手 对 一个瞬间的一个加速 对 哦 明显的是一个后向的一个突击球 就是投赤前斗 用力把球跳起来 力道猛了一些 哦 好球 被抓住 对 这个菩萨来到了13比13 这场比赛 第五度平手 第一局 第五度平手 比赛到目前来看 真的双方不论是失误或者球技啊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所以这场比赛 第三点 谁能够拿下 真的是到目前来十分的难以 对 真的是很难判断 就您的了解 张伟峰的打球的风格 是不是也刚刚跟双打的陈文文文明天好一样 是比较擅长的顺风球 或者说 对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张伟峰的一个特点 是马来西亚他们很多天手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但是当然如果说以目前今天 这一次的这个汤姆斯别来说 其实张伟峰的表现可能比以往来的要好 对 好球 一个中间的攻击 但是这球实在是过于近身了 虽然张伟峰的散身非常的到位 可是还是没有把这球 顺利的打到对方的场面 这个球把球送到后场去 这个球 对 对 又是一个反手拍的位置 攻击对方的反手拍 但是这个球其实就是张伟峰 他的身体没有做完全的拉开 所以打到那个球拍的上野 陶天仙斗最近展开了一波三匹 攻势现在拥有16比14 两分的领先 球高后场 哦 这个球危险 对 对 是很漂亮的一个杀直线球 4比0的攻势了 这球真的是打到边边角角 这个球应该算是张伟峰在打的时候 他有做了两次动作的这个处理 他第一个要让陶天仙斗认为说 这个球他要放完 但是他瞬间做一个手腕的话力 但是问题是陶天仙斗没有上当 是 哦 漂亮的一个对角杀球 让陶天仙斗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救这一球 而且呆力在那里 好球 打张伟峰的反手派 一个直线的一个攻击 对 今天 陶天仙斗 对 这个张伟峰的直线攻击的得分能力 以上掌握得非常好 对 而且感觉上他 打张伟峰的反手派都能够达到一些目的 很好的效果 对 哦 也是同样的一个位置 对 啊 虽然是不同的一球 但是却是重复的路线 同样是反手派 针对对方反手派的弱点呢 对于致命的一拍 所以这也是之前我们在 比赛之前所谈的 你张伟峰能不能顶得住这个陶天仙斗的这个攻击 对 因为陶天的瞬间加速是非常快的 对 那么看起来 在双方 打成 十四比十四六度平手之后呢 张伟峰是 明显的趋距于下攻了 这一波 这一球呢也可以看到 陶天仙斗 是一波 哦 等于是一波 八比一的攻势 很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 想请教今天的球评调之前老师 从第一局的这个情况来讲 陶天仙斗 的确 是不是 对表现上来讲 是极高一筹了 速度上还有整个的这个攻击的这个位置 尤其在这个第一局后半段当中 他完全再次的这个 张伟峰的这个球路 所以张伟峰在这段时间 他没能顶得住陶天仙斗 这是到最后后场的一个事物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事实上在第一局当中 陶天仙斗呢只花费了15分钟 就要连的对手 对 看来如果张伟峰在第二局 没有拿出一些有效的赢对策的话 这场比赛可能会在今天的 第三年 进行最短的一场比赛 那这是有可能的 对 这是有可能 但是目前尤其在第二局 其实双方面的这个球场的一个转换 也考验了这个陶天仙斗的控制 控球的这个能力 其实双方面 会受迫性的事物并不多 对 其实双方面 反而是陶天仙斗的会受迫性事物 比张伟峰多了一个 对 对 他是六个 但是张伟峰 其实就是在刚开始的一局 刚开赛的时候 他有五次的这个会受迫性事物 其实到最后是 他没有会受迫性事物 都是由陶天仙斗扎扎实实的大斯坦 对 等于是陶天仙斗的整个攻势来讲 对 比较犀利 对 所以这也是最重要 尤其是到最后 他联系得分的这个当中 所以他最重要所展现的是 他非常犀利的攻击能力 对 现在比赛来到的第二局 要由陶天仙斗 来率先发球 陶天仙斗已经打下了第一局 再第二局呢 张伟峰有什么样的反制之道 但是相对的 张伟峰在第二局 他绝对会比较少把这个球提高 而且会做一个就是 平推挡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多 因为陶天仙斗的攻势实在太厉害了 对 所以没有错 我们明显感觉到 其实张伟峰确实也有改变了他的打法 不起来 尽量不起很高 不起来 对 这个很漂亮一个背后反手的一个软弓 小球 这球质量相当的不高 对 露点也齐价 露点非常的好 对 您所收看的是2014年汤姆斯杯的决赛 那么比赛的地点在印度新德里的西里堡体育馆 由博士运动网为您做现场的实况播出 那么经过前两点的单打和双打 这个球只要起来的话你就危险了 对 就是他又犯了一个整个策略上的失误 不能算是策略上的失误 因为这个球其实是陶田贤斗 幻网的质量非常高 所以你不挑也不行 是 那么打完前两点呢 双方打成1比1平手 分别是马来西亚拿到单打的胜利 那么在双打 这个球是花球太短了 但是晃得有一点冒险 对 哈哈 这个球已经是目前第二次的把这个张维峰给骗到了 这球又是力道稍微大了一些 对 把球掏出的界外 由挑战线斗拿到第三分 这是在第二局当中的双方第一度平手 好球 这个是陶田贤斗的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往前抽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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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 这一个是法律节目 在第二局当中难得一件的事物 现在双方打算四比四 在第二局当中的第二名手 呵呵呵 四比四 好像我们的这个季分 大会的单位好像是考错了 现在应该是四比四平手 对 现在是五比四 是 刚刚淘天剑都拿到 超前分 哦 哦 现在是张维峰的分 现在是五比五了 对 这个球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应该是张维峰 有碰到一点点 哎 可惜 哦 这球 没爬过来 翻不过墙 哎 哎 可危险哦 对 先是一个打对方的正手拍 接着攻对方的反手拍 嗯 奏效 所以他只要是把张维峰的球 让他起高下了 真的都是非常危险 对 对 最终的在第二拍 淘天剑斗的目视之下呢 根本 张维峰是边长末期 现在是取得六比五的 应该是目前 而且张维峰对这个淘天剑斗的这个往前的这个处理球 他必须再多一点说话的一个变化 不要让这个淘天剑斗起跳的这么顺利 对 你看刚刚一把球送高 果然又让淘天剑斗利用他非常机能的跃杀能力拿到第七分 呃 整个来讲张维峰除了在第一局一度有一波七平的攻势呢 呃 把领先带入 嗯 第一局的休息时段 对 其实除了这一段攻势之外 很明显的看出来是淘天剑斗利用他 对 掌握着几乎所有的主动 对 嗯 这个失误是标准的 非瘦破型的失误 8比5 那么淘天剑斗利用他一波3比0的攻势 哦 这个球 这个球是个界内 嗯 不过好像是不是刚刚 呃 现场的县审认为是界外球 所以淘天剑斗要提出挑战 好 是一个界内球 好 是 嗯 果然不错是个界内球 由淘天剑斗拿到了第九分 9比5 嗯 哦 又是个出界球 也是 10比5 哦 等于张维峰有点 越输越多的感觉 嗯 好像有一点 招架不住的感觉 对 也有一点 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战术上的一个变化 哦 这球应该是界内球 这个球 绝对是一个界内球 对 但是也是做了这个 手法两次起拍的这个动作 对 终止了淘天剑斗一波5比0的攻势 这波5比0的攻势 嗯 对张维峰来讲 在第二局呢 伤害挺大的 哦 把球放高 对 基本上是不致的 哦 让这球 放得那么高 嗯 让淘天剑斗呢 带着11比6的优势 进入了第二局的休息时段 感觉上好像 让张维峰在 呃 放高球 让淘天剑斗攻击这样的一个策略 他并没有 对 没有执行的很好 就是老是可以放高球 好像不自觉的就把球打高了 对 好像是感觉到 他对这么大的一个场面的一个比赛 好像有一点无所事从 对 感觉打不出之前五连胜的这样的一个气势 对 嗯 而且对今天所有这个淘天剑斗 多变性的一个攻击 好像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适应 对 好 淘天剑斗在 打到目前为止呢 打了一局又二分之一呢 只花费了26分钟 啊 打得相当的轻松血液 如果张维峰不在第二局的下半段 拿出一些对策的话 嗯 可能在第三点 马来西亚不太乐观 对 如果日本队能够 在第一次打进汤姆斯杯决赛的情况下 就拿到冠军 可惜 这个球 对 这个球 对 这个球 对淘天剑斗来 来说 他处理的似乎有点太过小心 他应该可以做一个手腕直线后推的一个转动 对 这球的质量也很高 几乎是 刚好越过了网的高度就直接垂直降落下来 所以绝对是 依照教练的这种战术上的一个指导的话 绝对是一个通过往多往前 就是尽量也不要挑 大家都不挑 对 因为你一挑 刚好给淘天剑斗一个机会 而且 你要 这个球又被抓住了 对 又不得不挑 打对方的盘走开 等于是 不过这球好像张卫风也是不得不挑了 不是 这个球是应该是淘天剑斗一个往前锁滑的一个展翠 他好像又要换王 但是引诱了张卫风向前的时候 他再把这个球往后面做一个挤压式的一个推挤 所以造成张卫风他会跳不行 对 分数好像越来越好 是3比8 是 双方面的这个教练好像心情有点重 完全不一样的展现 对 打完第一点是马来西亚的教练 笑容出来 对 接连是一个收获性的事物 又让淘天剑斗一起差一波 3比1还比1 对 那么最近是已经有一波9比3的攻势在双方 这个球应该不是 应该也是这个通过的是淘天剑斗 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往前 但是 张卫风也是绝对是遵照了所谓教练的支持 不要跳 所以他在做一个往前对角的一个变化 对 刚刚这球应该是一个界内球 那么让张卫风事实直起 放下球是对的 对 对 好 好 果然不错 现在可以看到张卫风 他宁愿放小球或者在虚弓的方式 尽量把球打到后层 或挑高起来 但是张卫风有时候 他一些换往的这个球 他向前 常常冲得太快 对 但对手还没有出拍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往前冲 但是你在往前冲的时候 对手就是还有时间 把你这个球往后面拉 所以常常会感觉到 他冲到往前 又要必须跑到后面 对 还是出界的 对 把球跳起来 结果又造成了出界 今天 张卫风 几乎把球送到后层 把球跳出来的 情况之下 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对 对 来 出界 这个球是出界 嗯 但是 应该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对 其实可以尝试挑战一下 对 应该是很明显的出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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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季智球 张卫风就得很漂亮 往后场去挑 四个进内 这个球 但是 淘田要挑战 淘田要挑战 挑战 挑战有理 不过这球 当然是 借由挑战来休息一下 不过 就我们来看这球 应该是个借内球 哦 是个借内球 对 张卫风 要到了 对 对 马来西亚的球迷 似乎有一点不大看看 球 这个球 张卫风挤压回去的速度很快 对 所以造成这个 毛铁线斗 他要压下来的 这个时间 有点拦不及 好 直接 还有一点机会 对 还有一点机会 就是张卫风在第二局 第一次 一波三秒的攻势 这个 超天现在在第二局 除了一波五秒的攻势之外 有两波三秒的攻势 相对来讲 张卫风的攻势 显得非常零零欣欣 没有办法连贯 张卫风这个白走白球非常漂亮 好 来 借咯 这球往后场送的时候 力道大了一些 把球 送出了界外 对 让淘天现在我们来到了 第二局的第十七分 方方已经有四分的差距 而且 距离比赛结束越来越近 这个球 应该 我们做的 也是受到 側风性的一个影响 所以 把这个球给吹出去 如果淘天仙的 赢了这一场的话 他在今年 唐姆斯杯出赛五场 全部获胜 这一球又是一个张卫风的失误 可能打到拍框了 球谈到了界外去 对 根本没有往正前方的方向来飞行 等于是插拍球 我们这样讲 好 你看 球 往外飞去 这个 有球迷的声音 所以 我这个时候 淘天仙的 应该是 魏晶以及 往前的 非兽国行师 对 14比18 这个球 也是他想在加力的时候 是一个 自己要加力的一个 会受迫性的失误了 刚刚很漂亮的 又是出界咯 滚网球 那么造成 张卫风在挑球时呢 出了界外 因为可能滚网球 对 张卫风来讲 在判断上 在挥拍上面 有一些迟疑 其实 滚网球 要能够挑过 已经很不容易 他还跳到好赛 对 19比14 看起来 日本就在 第三点 应该是 志在必得了 又是 平平进攻 张卫风的 好球 这个球 非常漂亮的一个 往前 手滑的一个展现 对 等于是 再往前的一个对角的 放球 所以 因为这个球 所以还包有一些生计 不过这个生计 的确也 困难重重 那 绝对是当然 张卫风是最近是有一波5比3的攻势 不过整体来讲 因为 陶天仙斗 达到第19分 距离第21分 越来越近 好球 这个晋身球 一个非常漂亮的晋身攻击 20比15 已经有5个赛末点了 陶天仙斗 要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只是 时间的问题而已 是要 一球呢还是两球 张卫风 按照今天的表现 要连救5个 连得5分的机会 并不 不高 可惜 其实 这个球 陶天仙斗 做一个变现式的攻击 其实 应该也是有 很有道理 但是 非常可惜的就是 只是 没有把这个球打过而已 这是 但是 一个可接受性的一个失误 不得不 把球跳高 哦 还好 哦 非常的漂亮 救了一个前球 然后利用陶天仙斗 往前铺的时候 把球跳到后场 连救两个赛末点 其实 刚刚 陶天仙斗在往前也是有机会 但是 他打的 这一个球 他打得太小心了 他打得太小心了 十七比二十 张伟峰 仍然必须要抢救 三个赛末点 才有机会 那赛回到原点 这是一个非常简直的任务 但是 张伟峰 必须要 稳住正角 继续加油 来 这个球太小心了 最终呢 靠着自己的在线失误 把这场比赛 逢手 让给了陶天仙斗 陶天仙斗 在第三点呢 是以二十一比十七拿下 那么两局呢 比输是二十一比十五 二十一比十七 拿下了第三点之后呢 日本队 在今年二零一四年 汤姆斯杯的冠军决赛呢 是以二比一取得连先 那么非常不简单 非常不容易的是 日本队先输掉了一点 接着呢 连感两点取得二比一领先 在接下来的两点呢 只要拿到一点 就可以拿到今年二零一四年 汤姆斯杯的冠军 冠军 哦 日本队 过去从来没有打进过决赛 那么一打进决赛 就拿到冠军 那当然对他们来讲 是最完美的冠军 那当然 而且尤其是日本女子队 已经在幽霸杯 已经 就是女子组的赛事呢 已经拿到了亚军 那么如果男子组 跟再拿到冠军的话 对日本的羽球界来讲 真的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那当然 对这个大事 对 在今天 在第三点来讲 陶田贤斗 他之所以能够 直落二打败张维峰 其实跟他 非常旺盛的攻击力 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